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要宣布辞去自己的总统职位 当然这个呢也是我们大家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当然那个时期呢 川普所讲的和今天的这个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那个时期的股价呢也还没有 股的指数呢并没有达到两万多点 那么川普总统当时说的时候也就是万把来点 所以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不应该按照那个时候呢 就要求我们川普总统 当然这也是川普总统的一些支持者呢 这两天在媒体上四处都在为川普总统的 过去的这个说法呢辩护 当然了川普总统呢也有可能的就像他的支持者一样 所说的啊在下着一盘大棋 是否是一回啊再更高的去上的去呢 这也是一个大家都所期盼的 每个人都希望美国的股市能够回到过去 甚至是创下更高的一个未来 这是所有人的期许 不过期许归期许 现实归现实 不管怎么样讲 昨天的黑色星期一呢 已经成为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一个 所有人都会在资本市场所记下的一刻 昨天的黑色星期一 也必然会载入全球的资本市场 全球的这个股市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天 那么昨天的这个历史呢 会与川普总统的未来的叙事呢 都会捧绑在一起 那么今天呢 很高兴啊 终于算是回来了一点 虽然呢 只是过半了 补齐了昨天的一部分损失啊 没有追回到过去 当然更没有追回到啊 上上个月的那个时期的啊 更高的一个点位 那么什么时候会回复到过去呢 这是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个话题 当然也有一批一群人士啊 再说啊 今天恐怕这一点再回到过去呢 是一个艰难 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当然这是一个短时期的一个说法 那么很多人讲 这件事情要和用气来讲 和中国发生的那件事情要有关系 那么和中国发生的那件事情 是否会长期的影响 美国的股市或者是全球的经济呢 那么当然川普总统在昨天呢 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啊 我在明天将会呢 出台一些更好的政策 来帮助美国 以及帮助全世界的经济 那么这样的一个 作为全世界的第一大强国 在军事科技啊 经济方方面面啊 可以说呢 都是世界首屈一指 甚至没有人能够有力量 对抗的这个国家的总统来讲呢 他的这个一番话说出之后呢 就给市场给予了很大的信心 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在担心着川普总统是否还会继续的要求 鲍威尔在17号和18号 下一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的 新的这个一个季度的会议当中呢 继续去下跌啊 或者是降低啊 这个 25个点 或者是更多的点 因为现在呢 我们大家知道 美联储的可以打的牌呢 是越来越少 甚至会呢 变得越来越 微弱 因为呢美联储现在的一个表态呢 并已经没有川普总统的一个表态呢 来得更实际 所以更多的人呢 已经将美联储对于美股的影响呢 放在了第二位 而把川普总统的这个影响呢 放在了第一位 当然这一点呢 也是得到了市场本质和资本 本质的一个响应 可谓是今天的川普大总统啊 不仅仅是在其他的方面 在美国更加伟大的方面呢 做着推波助澜的工作 当然伟大的更另外一面 或者更实际的一面呢 就是经济的稳定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经济稳定期呢 可以说是已经多达三年多啊 甚至有人讲的 这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当然其实更多的人也知道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那么奥巴马上台以后呢 在2009年接任美国总统之后呢 可以说是出谈了无数的经济政策 无数的利好的方式 来影响和重新调整美国的整个经济 在那个时期呢 是奥巴马呢 是依赖的专家啊 依赖的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经济学者啊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分析之后 所推出来的一步一步的政策 那么在奥巴马的八年当中呢 可以说经济从2010年开始复苏 一直到今天川普总统接棒之后的 这几年里呢 也是一个继续的复苏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呢 将经济呢 完全的与政治刮钩啊 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奥巴马打定了一个机会 川普总统只不过是捡了一个便宜 就像当年的克林顿 打好了美国的经济的基础之后呢 小布什呢 只是捡起了啊 那么 当时的克林顿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一搏 而不断的进行着 这个 对美国的管理 甚至发动了很多的战争啊 导致了美国呢 在很多的竞争优势方面 以及主要的一些面临的问题方面呢 那么小布什呢 并没有做得很好 不过奥巴马呢 当时上台的时候呢 小布什呢 又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当然这只是啊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 或者叫民主党的支持者 的一种解释 当然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和共和党的一些支持者呢 有他们自己的一种叙事的方式 大家认为呢 其实啊 这个真正的这个 让美国的经济回归 甚至是让美国的经济呢 有更好的未来 让美国再次强大呢 是共和党的川普总统所做 他所立下的功劳呢 是过去的其他的总统 所不能够想象的 与此同时呢 川普总统也把过期的政治正确呢 搬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 而不像奥巴马呢 一味的推崇着政治正确 而丧失或者是影响到了 整个的美国的长期的战略 甚至是影响到了 美国的自由文明 以及基督教文明的本质 当然各自 这是各自不同的阵营 在说着各式各样的叙事 我们也呢 仅仅只能做给参考 不过呢 川普总统在 昨天放完话之后呢 今天的确也出了一些招 那么会不会再有更多的招呢 在明天去体现呢 而市场上呢 依旧有一股担忧的情绪 大家认为呢 川普总统再继续的这种努力呢 实质上的美国的经济 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呢 是多层次的 并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不断的打气 就可以上得去的 经济这个东西呢 是要有信心 但是信心的本质和来源呢 必须基于真实的经济 面对着一个全球 目前在中国发生的那件事情 如此之大的一个影响之下 又有谁能够再劫难逃呢 那么川普总统再伟大 恐怕也是呢 有一定的限度 而不是呢 会让人觉得只有 那么股市呢 会一直向上狂飙 也是被很多的一些经济人士批评呢 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 我们说完我们今天的第一则 关于这个股市的一个点评 和各方的一个媒体的报道的 各家的所言之外呢 我们要说一说呢 油价股价的全球三大经济